大家好,快过年了 分享一个有年味的芝麻花生糖 小的时候一到春节就会买来吃 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卖的了 自己动手做起来吧 准备花生仁320克放在烤盘里 烤箱150度烤20分钟 像这样轻轻一捏皮就掉了 全部把它都搓下来 为了避免花生皮肥的到处都是 我一个一个用手取出来 准备180克的白芝麻 放在烤盘里烤熟 150度烤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再烤一些核桃热 核桃热可以不放 我觉得放了更好吃 所以就放了一些 把烤熟的芝麻花生核桃热 全部倒在一起 放在烤箱里面保温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哦 锅里倒180克水 250克白砂糖 230克焖芽芽糖 焖芽糖可以让糖更好的定型 开小火一边煮一边搅拌 直到糖完全融化 这个时候把火可以调大一点 就不需要再搅拌了 把糖浆烧至130度 我觉得这个温度是刚刚好的 如果喜欢吃硬一点的 可以烧到160度 这个时候就关火快速的倒入 芝麻花生 核桃搅拌 动作一定要快 让每一粒上面都沾上糖浆 在模具里面刷一层油防止粘 把搅拌好的花生 芝麻糖快速的倒入模具里 戴上手套 开始按压整形 这个动作一定要快 因为糖很快就会变硬 也可以借助工具 这样把它压得紧实一点 一面压之后再翻一个面 两面都要按压平整 边缘整齐就可以了 整形好之后快速的用刀切开 一定不能等变硬了再切 那样就会切得不平整 想要包装起来送人的话 就根据包装袋的大小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再放一会儿 直到完全变硬 这个时候糖是最好吃的 又香又脆 做法非常简单的 花生芝麻糖 每一口都特别香 而且特别有营养 快过年了 收藏起来给大家吃吧 关注我 下期见